大圣欢欢喜喜急去盘桃园,园内土地神拦住问道,大圣去哪儿?大圣道,玉帝让我代管盘桃园,特来查看查看。 土地连忙失礼,有招呼负责除树、运水、修桃、打扫等重力士都来参见大圣。 大圣走进园内,只见满园桃树,树树繁花,灼灼似火,远处一片鲜熟的磕磕珠朱果压之头,近处那刚刚结实的是满树青桃一片生机。 大圣见了,不禁满口称赞。 好地方,好地方。 大圣看完多时,问园里有多少树? 土地达到有三千六百株,一种花勺果小,三千年一熟,吃了体贱身轻。 一种花蜜果田六千年一熟,吃了长生不老,后面的是九千年一熟,吃了可与天地同寿。 大圣听了,满心欢喜。 大圣查明了朱树,点看了亭格。 从此,他三天五日就来赏玩一次。 一天,他见了老树枝头,桃树打扮,忍不住想尝个心,就心生一计,说他要在亭子上睡一会儿,让丽氏先例都退到门外去伺候。 支走了众仙,大圣脱去官府,爬到大树枝上,专摘那熟透的大桃坐在树枝上吃。 吃饱了,跳下来,穿戴好,换着随从一同回府。 就这样,隔个三两天就去设法偷吃一次,尽他享用。 王母娘娘在摇池中要举办盘桃盛会,派了七个仙女到园中摘取仙桃。 徒弟道,现今可不比往年了,御帝派了齐天大圣在这馆里,得先报请大圣之道才敢开园。 仙女问大圣在哪儿? 徒弟说,他困倦了,正在亭子上睡里。 仙女们说,那就找他去,别无了事。 谁知他们来到花庭一看,只见大圣观伏,却不见人影。 四下寻找,也没找到。 土地只好让仙女们自去摘桃。 仙女们在前树,中树各摘了几栏,到后树一看,花果稀疏,只有几个毛地青皮。 七个仙女奇怪地细细寻觅,才看到枝上还有一个半红半白的桃。 他们攀枝想斋,谁知降枝一放,却惊动了大圣。 原来大圣吃了几个桃子,变成个二寸长的小人,在那大树烧头浓密的树叶下睡着了。 大圣一惊献出本相,贺道。 是哪方怪物敢大胆偷摘我桃? 慌得七个仙女一起跪下,述说了情友。 大圣听了,回趁做喜道。 仙姑们快请起来,王母要开阁请客,都请的是谁? 仙女们讲了历年盛会的旧规,邀请的是上仙诸神。 大圣问。 可请我吗? 答,没有听说。 大圣笑道。 我是齐天大圣,论理就该请俺老孙做个投席。 好吧,等我自己去打听打听。 说着,他念个诀,念动咒语,道声,住,住,住。 使了个定身法,把七个仙女定住后,便架起祥云本摇齿而去。 正行间遇到了赤脚大仙,大圣灵机一动,问他。 老道何往? 大圣说他去复盘逃回。 大圣说,老道不知,玉帝晓得俺老孙今抖云神速, 命老孙五路邀请列位,先到通明殿眼里细恩,再去赴宴。 大圣是个老实人,把大圣的假话当真,说,往年就在摇池眼里细恩,想不到今年却变了地方。 说吧,拨转云头,竟往通明殿去了。 大圣心里暗笑,摇身一变,便做赤脚大仙模样,架起彩云直奔摇池。 大圣来到摇池,直打宝阁,他按下云头,轻轻走入。 只见桌上有龙杆和凤髓,熊掌与星纯,百般美味珍修,一果佳肴,铺设得整整齐齐,却还未有神仙来。 大圣正在查看,忽闻的酒香扑鼻,侧转身,看见的长廊下,正有几个造酒的仙官领着历史, 同此在洗缸刷瓮,已造成了穷江家娘。 大圣指不住口角直流咸水,拔下几根毫毛,念动咒语,便几个瞌睡虫扑到他们脸上。 那伙人即刻手软头低,闭目合眼,丢下手中活儿,打起盹来。 大圣自言自语道, 哼,他们吃的,俺老孙却吃不得。 他拿了些百味珍修,佳肴一品,走到长廊里面,就着钢,挨着瓮,放开量,大吃大喝起来。 大圣吃足了,喝醉了,才自私自想道。 不好,不好,再过一会儿,请的客来了,却不怪我,若医师给拿住,那可不好办了,不如早点回府去睡他一觉。 大圣仗着酒性,跌跌撞撞,摇摇摆摆地出了摇齿。 大圣任情乱撞,一会儿就把路走岔了,来到一所宫殿跟前一看,这不是齐天府,却是兜率天官,是离恨天太上老君住的宫殿。 也罢,也罢,自己一乡就想要来看看,现在顺路就去望他一眼。 老君正在二层高阁的台上讲道,仙童,仙江等都在那儿听讲。 大圣之寻至丹房里面,也没见一个人影,只见炉旁有五个葫芦,装有炼好的金丹。 大圣喜道, 今日有缘,碰上了这仙家至宝,我就吃得几碗尝尝心吧。 大圣把葫芦里的金丹倒进,像吃炒豆似的一股劲地吃起来。 煞时间,丹满酒醒,想道, 不好,这场祸可闯大了,若惊动玉帝老二,怕是我命难保,还是回花果山称王去吧。 便使个隐身法逃去。 大圣回到花果山,见各洞妖怪和群侯正在演习武艺,高兴地交道。 小的们,我回来了。 钟怪丢下兵器跑来问他,这些年又做了什么官? 大圣笑道, 玉帝封我为大圣了,还请我吃了盘桃,没酒,先丹。 钟怪及群侯欢蹦乱跳,安排酒果为大圣接风。 大圣接过,蒸了满满的一袋碗椰子酒,喝了一口,呲牙咧嘴道,不好吃,不好吃。 老侯说,大圣在天宫吃了鲜酒,再吃它自然不可口,但这可是美不美,香中水呀。 大圣笑道, 对,对,再不好也是咱花果山的。 仰着脖子,喝了一大碗,又道,喝完咱们的,等我再去摇池弄他几瓶美酒来,也让你们尝尝心。 钟侯,怪厅的个个喜笑颜开。 大圣一个金斗云,就到了盘桃会上。 进到摇池宫里,见那几个灶酒,盘糟,运水,烧火的吏事,同此游子酣睡未醒。 他捡大的酒坛左右斜下斜了两个,两手还提了两个,才掉转云头往回去了。 再说那七个仙女受了大圣的法术,整整一周天才醒过来。 他们向王母回禀回来晚的原因后,王母问摘了多少盘桃。 仙女答道,只有两栏小桃,三栏中桃。 到后面,大桃半个也没有,想都是大圣偷吃了。 王母很生气,来见玉帝。 话又未了,又见那造酒的一般人,同仙官等也来面饼玉帝说, 不知什么人,搅乱了盘桃的大会,偷吃了仙酒,连八针百味也偷吃光了。 玉帝,王母都大吃一惊。 玉帝还没搭言,又有四个大天师来揍,太上道祖来了。 玉帝,王母盲站起身来去外迎接。 老君行过朝礼,说道,老道宫中练了些九转金丹, 是留给陛下做丹员大会用的,不想被贼偷去,特来秉治万岁。 玉帝一听,十分慌惧。 随后,齐天府先例也来禀报,大圣昨天出游,至今未归。 玉帝惊魂未定,赤脚大仙又来拜见,说, 昨天我去赴王母盛会,入狱大圣,传释玉帝圣旨,让我去通明殿眼里。 在那等了许久,也没见有万岁龙车,今天只好到这儿来候驾。 玉帝越发大惊了,这妖猴假传旨意,转哄贤卿,岂能容忍。 玉帝即刻叫来纠察灵官,命他查访大圣的踪迹。 刀取仙丹,齐天大圣天庭作乱,后续故事更精彩,欢迎订阅。